來了 喔!這邊了嗎? 皮克明小心一點 啊!有人被吃掉了 大家好!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跟我一起來玩皮克明3 我是惠惠 上一集我們救出了隊長 我們還找到了黃色的皮克明 你可能會想說 現在有很多很多之前沒有辦法解的關卡都可以解了 但是我的經驗是先推劇情 等到我們拿到了粉紅色會飛的皮克明 跟藍色不會怕水的皮克明之後 我們再去解其他之前沒有解過的一些關卡 那我們現在就從遊戲建議的起始森林開始解 我其實已經完全破關了 我的經驗就是先解劇情 我按攻略提示 攻略提示裡面講說 要先來搭橋 有告訴我們需要哪些材料 我們就去找材料搭橋 地上還有標誌超方便的 我們就出發囉 所以要搭這座橋 可以把夥伴丟到對面 那我就先丟我的隊長 然後再丟我的隊員 然後給他們一堆皮克明 好了交給你們囉 這邊就有搭橋的材料 簡單 接下來衝破這邊嗎 好啊 好的 大家繼續出發囉 這些飛起來的怪 用岩石皮克米去打他 那這邊還有好多劍橋的磚塊 那水果的話 我就要我的黃色皮克米去挖他 完全快吧 那這樣子我們就把橋搭好了 夥伴就可以過橋 來到這邊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提示 攻略提示裡面講說 現在就讓三個人同心協力到對岸去 我自己在玩的時候 我沒有看攻略提示 繞了一大圈 所以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就來把其他兩個隊員丟到對面去 兩個人都丟過去以後 我來給他們一大堆皮克米 讓他們比較好辦事 那為什麼我會把全部的皮克米都丟過去 因為我的經驗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不把全部的皮克米丟下去的話 有時候你會不小心 讓皮克米掉到水裡面去 我不想那個事情發生 所以我就 把所有的皮克米都丟過去 之後再把我的隊長丟過去 丟到這邊 然後再給他一大堆的皮克米 因為皮克米留在這邊也沒什麼用 一切順利的話 就沒有皮克米會掉到水裡面去 好 我再讓我的隊長 我再讓我的隊長 繼續 帶這些皮克米出發 然後看要去哪邊 我要推這個斜坡 推這個斜坡以後 我的隊員就可以上來了 可以從另外一頭 可以從另外一頭繞上來 好 這部分也完成了 這邊有個怪 我來打他 簡單 簡單 那我就來把這個怪運回去 然後在運他們的過程當中 我讓我的隊員過來 我可以用 我可以用 地圖 讓他過來這邊 那我的另外一個隊員 我讓他 也過來 這裡 那我發現 怪搬不過去 因為這邊一條阻礙他們的門 不過沒關係 這邊有另外一個門 這樣 我把這門衝破 我可以從這個門進出 但是 我覺得 提早破壞這個門很重要 因為我們常常要出入 所以這個石門 要趕快破壞 那我先挖這個洞 因為這個洞裡面有些炸彈 那個炸彈可以炸壞石門 好 就是這個炸彈 很有用 拿好炸彈以後 我們就來把石門炸破 還缺一個嗎 來囉 把石門炸破以後 之後就可以出入方便一點 我先讓我黃色皮克民 來挖這個水果 哇 超大一個水果 然後再讓我其他皮克民 來搬運這個 怪 OK了 好 那接下來應該做什麼事情呢 我就按上鍵 說 先繼續前進看看吧 在這個地方 就石門這個地方 有兩個門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道路可以前進 這邊 我來把它挖掉 A few moments later 開通了這個洞以後 可以進去 去別的地方 我可以去這個地方 還可以繼續去冒險 不過 我的箭頭 要我去另外一個地方 去這邊 這邊過去的話 不曉得可以看到什麼 哦 哦 接著一路上就會碰到怪 這邊是一個手機嗎 待遇這個手機的過程當中 就會發現一個怪 我們來打怪吧 這怪就要小心一點 不要被他吃到了 他變成一個洞的時候 不要過去那個洞那邊 哦 等他秀出一個頭的時候 再K他 來了 哦 這邊了嗎 突擊吧 突擊吧 小心他變成超級大的洞 救人啊 哦 好大的口 好大的口 比克明小心一點 啊 有人被吃掉了 哦 結果錯過時間了 沒有在實現裡面打完怪 你也再來打 哦 出現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怪就被我打死了 我來把這個怪搬回去 還有我的手機搬回去 還有西瓜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來看一下提示 啊 結束今天的探索了嗎 我們才剛開始玩而已 那我就來 去這個洞這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要有兩個人才能上去嗎 小心石頭 哈哈 那我就 把我的隊長先丟上去 我隊員丟上去以後 再把一些石頭皮克米丟上去 然後讓我的隊員帶著這些皮克米 出發 先把他殺了 先把他殺了 可以的 把他殺了以後還得到一個果實 這個是琵琶嗎 那如果要繼續冒險的話 可能還需要另外一個隊員 那我就再叫我的其他隊員上來 那我來把我隊長丟上去 接下來把其他的皮克米也丟上去 那我們先上去把橋搭 搭好 在這邊有一些原料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些石頭 可以來搭橋 這邊有個很大很大的怪 把他殺了 然後 用 黃色的皮克米開這個門 皮克米把這個門打壞以後 進去會碰到一個怪 一個長角的怪 來了來了來了 好了 毛被我打掉 好 給他臉 成功了 剛好現在一天快要結束了 我就把隊員都叫到我身邊 結束這一天 我本來以為一定要回到太空船上 後來我發現不用 就只要在 隊員在你的身邊就可以了 那我來把這邊這個門打壞 這邊有個門 打壞 結束這一天 上了太空船以後 隔天的任務是要到交會溪流 就不會在原來的地方 我們可以回到原來的地方 我們可以回到原來的地方 或者回到前一天 或者回到前一天的起始森林 但是我打算繼續去解交會溪流 我打算先找到粉紅色的皮克米 然後還有藍色的皮克米 再去解所有所有的果實 我們有很多果實 隱藏的果實沒有解 那我們就先來去交會溪流 來到交會溪流這個區域 第一個就是 你要去解 粉紅色的皮克米 在這邊有個粉紅皮克米的巢穴 不過要怎麼解救呢 就是要搭橋 喔 這裡有一座橋 搭過去才能去解救他們的巢穴 所以這應該是我們的第一個任務 我看一下攻略提示 所以他說要找這個搭橋的碎片 它有提示在哪個地方 都標示出路線了 我先把我皮克米叫出來 叫出以後我就跟著路線去 找搭橋的碎片 哦哼 原來在這嗎 搭下一篇荷葉 哦 應該在那邊有搭橋的碎片 看到了 好久我有帶岩石皮克米 出發吧 那這邊我來打破一下這邊的店門 好 那有三個碎片 我們找到第一個 我還可以有攻略嗎 我在按上線 他又會有攻略 讚啦 把他們殺了 跳去啊 另外碎片在這邊 哦 不錯 那 那 來拿碎片 嘍 這個前面有個果實 我們之後再來拿 我想要等到所有類型的皮克米 都到手以後 再把所有的果實都拿了 哦 哦 這邊有個怪 來打他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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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路線是往這邊走 這邊怎麼看起來好像有怪的感覺 超暗的 哦 這邊 哦 我知道了 應該要開燈 叫我皮克米去通電 剛好我有這個通電的皮克米 沒問題的 開到以後我們的路就會亮起來 那就可以拿上面的一些造橋的碎片 這是我們第三個碎片 這是我們第三個碎片 出發吧 皮克米 都拿好了嗎 所以拿到三個碎片以後 皮克米就把橋搭好了 我們就可以去對岸拿我們的粉紅色皮克米 好像這樣 蜘蛛的話 應該要用 岩石皮克米去打他 比較有用 這樣我們就得到了會飛的粉紅色的皮克米 那我先來複製一下這個粉紅色的皮克米 我把隊長留在這個地方複製一下 我把隊長留在這個地方複製一下 然後我讓皮克米拿起這個樹枝 拿起這個樹枝以後會出現一個動畫 要我們去救一個人 那要去救他的話 要打一個怪 那個怪需要很多很多的粉紅色的皮克米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先玩到這個地方 我來複製很多很多的皮克米 明天再來去救這個人 進一步的拿到藍色的皮克米 我是威威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來做更多更多跟皮克米相關的影片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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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